另一节的思路长征计划开跑第二天 传出了一个新的讯息 那就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跑者Jody 她在今天土耳其当地时间6点多的时候 也就是起跑的时候就决定要退出了 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Jody 她是唯一的女队员 她是在出发前的三个月集训期间 有一度在训练体能的时候 觉得跟不上而懊恼落泪 而目前思路计划还有三名的跑者